好像之前我們學過的 就是像for for裡面的話就是1加到99 那1加到99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改成用for回圈來寫的話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還記得吧 這是初始值 這是結束值-1 對不對 所以剛剛同學這個 老師為什麼這地方 I要加1啦 因為你要前面那個 不是現在這個 所以這個是1加到99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換成file回圈的話 一請你按右鍵 也是一樣新建一個module 新建一個module 我建議是直接按右鍵 新建一個module 這個module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file回圈加總到99 那裡面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我這邊已經有寫好一個 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呢把它執行起來加總結果也會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呢 你想說for回圈 這個程式相對的比較簡單 可是呢如果 如果換回圈的話也要做一樣的事情 可以 但是差別在哪裡 我們大概看一下 1 file回圈比較適合就是說 如果你有個初始值 有個結束值 是一個範圍 那你用file回圈OK 可是如果說今天呢 我們 不是一個範圍 我是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當什麼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才進入回圈 假設 這個為false的話 就不是的話 那我就跳離回圈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是第一個概念喔 就是 換回圈比較適合是一個條件 那 另外還有第二點就是說 那個 I這個值 你會發現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加1 加1 可是呢 換回圈裡面沒有這個加1的動作 所以 換回圈裡面如果你要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你要自己幫它加1 因為 換回圈沒有 另外的話 我們來看 怎麼樣把這個程式改一下 大概有幾個地方 把這個假設 我把這個拿來改 其實大部分都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三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呢 你要給一個初始值 哪個初始值呢 I的初始值 I等於0 為什麼 因為這個I 在file回圈裡面不用給初始值 因為它已經 預設就是 給它從0開始 那這個地方的話 File一定要加一個I等於0 如果沒有加的話 它會沒辦法 幫你做存取 主要是 那等於0 其實就是宣告 跟初始值 那 初始值的話 等於建一個I的變數 第二個的話 把這個地方改一下File File 打個W 它就出了 File什麼呢 一個條件 那什麼條件呢 當這個I 怎麼樣呢 如果是要進入回圈為初的時候 當它小於多少 小於100的時候 才要加 可是當它等於 或大於100的時候 就不要幫我加 OK 所以呢 進到 這個是條件嘛 本來是範圍 關鍵在這裡 就是 當它什麼情況下 會進入回圈 當它小於100的時候 那因為它預設值為0嘛 所以進來之後的話 那我就 0進來要加 不應該初始值等於1好了 等於0啊 沒1 你進來 等於1 從1開始加嘛 然後再來的話呢 幫我加起來 所以 1加 sum等於sum加1嘛 所以1加起來 但是底下你要多一個 因為我剛剛講過 i 它會自動幫你i加1 可是呢 在 回圈裡面 後來回圈裡面沒有 所以你可以加一個 i等於i加1 或者 i加等於1 有沒有 意思是怎麼樣 幫你加1 它才會換下一個 1加1之後 就變2嘛 23456 有沒有 OK 程式寫完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結果ok 我應該知道我改哪些地方吧 總共至少三個地方 1 我把 這個地方 加一個初始值 i 第二個的話呢 把for回圈改成壞回圈 並且 把range 範圍改成條件 第3個的話呢 就是 它的步進值 本來那個step 它自動預設是step1 自己加1對不對 那可是壞回圈裡面沒有step這東西 沒有幫你 幫你步進 所以這三個地方注意一下 請各位呢 把那個之前的for回圈的部分 改成壞回圈 試一下好了 順便了解一下這兩者差異 那 這個地方當然 主要是了解 以後如果 什麼時期用到壞比較 比較適合呢 其實就是 當你不知道結束值是什麼 可能你也許知道初始值是1啦 可是 到什麼情況下停下來呢 你不知道 可能比如說像什麼 什麼情況發生 所以這邊後面是一個條件 那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同學 也許你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後面有幾個章節 裡面我都有放一些東西 然後如果你對於 像後面 VBA跟python 其實也可以處理類似的事情 但是 怎麼樣做轉換 比如說我們寫過的程式 那你有沒有辦法把 重新再用VBA寫過 不過 這個可能 可以想想看 像邏輯啦 VBA怎麼 Excel 就是 Python怎麼寫 VBA怎麼寫 那有一些可能 我有加畫面 有些可能還沒有啦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自己把它補上吧 反正 也試試看 用那個 VBA寫寫看 將來的話我們也會 可能 一般習慣性還是協同 就是說 可能python比較強的用python做 但是在 Excel裡面還是VBA為強項 所以 用Excel來做 用VBA來做 兩者之間可以互相搭配 我想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軟體是全能的啦 OK為什麼 因為在Excel的世界裡面 VBA還是 主場優勢嘛 回到自己家裡一樣 你不用開檔 你也不用存檔 反正就是跟自己家裡一樣 那畢竟python還是外人嘛 他還是不同公司嘛 OK 可是問題是 離開了Excel之後 那還是python是最強 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地方就是 彼此之間可以互相協同 那也就是說 為什麼要多語言開發啦 其實就是說 針對不同的 這個案例 你可以選擇一個比較好的 開發工具 大概有這樣的選項 好那其他的話 當然除了像 VBA後面還有像什麼 串列啦 字典 跟檔案處理啦 資料庫 等等的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玩玩看 將來我們 會把前面的部分先 讓各位先 觀念 把基礎先打好 慢慢的延伸 如果你前面基礎沒打好 後面可能會更辛苦 因為都是從 剛剛講的延伸出去的 然後 然後 再到什麼 網路上 擷取資料 那 VBA也可以擷取 Python也可以擷取 而且可以怎麼抓 不過各有各的 長處 也沒有說哪一個 好像就全能的 各自有各自的強項 所以我們也可以 兩者比較一下 可能哪個部分呢 用什麼來抓會 比較 比較OK 其他還有像 跟Exel 之間做串聯 等等的 有時間可以回去 可以再看看 那等一下的話 也是一樣 1加到99 另外 把前面講過的 包含就是說呢 如果說我今天 是用 Break的話 其實一般 會 因為它裡面 是一個條件 那如果你希望它跳離的話 可是 除了說可以從這邊跳離之外 另外也可以 從什麼 從程式裡面 加一個 Break 他也可以跳離 所以跳離時間 像這個Break 你只要在Fore回圈 壞回圈遇到 Break的話 那也會跳離 不過前面會多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話 有的時候 像你可以寫下一行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 你可以把它寫在這裡 有沒有 冒號後面 像程式有沒有看起來 比較精簡 就不用寫兩行 程式run起來 也OK啦 所以有的人習慣是把那個 一幅後面 加一個邏輯判斷 冒號後面做什麼事 這樣程式 相對 那這一題的話 是 我加一個Break 在這裡 另外的話 如果 i i %2 等於1的話 那表示我要求基數 才幫我加起來 這邊一樣 會把它加等於1 總和輸出 所以這邊看到的結果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就會只加基數部分 那再來的話 也可以把它改成 前面講過的Continue Continue是跳過的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看一下 跟前面是一樣的 另外 可能改一下 99乘法表 OK 這個99乘法表 我用Hire來做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改哪些地方 我剛剛講過 其實你只要把什麼呢 剛剛 我們前面做過的 FOR回圈的99乘法表 複製貼上 改三個地方 那因為會有兩個回圈 所以等於改六個地方 那哪三個地方 我剛剛講 1給什麼呢 給初始值 I有沒有 他初始值1 所以I等於1 所以我改的方法 交過一下 1 假設我先把那個 之前的99乘法表 把它 複製一下 放到 加一個 file的 module 然後如果要改的話 其實我的改法 1 就是 先給兩個初值 兩個初值的話 I等於 1 然後呢 J等於1 另外一個寫法是 這兩個好像都等於1 所以你可以怎麼寫 I等於 I等於 J等於1 這樣寫得不可以 也可以喔 意思是 I等於1 J等於1 好在 當然 剛剛那個寫法可能 比較好理解啦 這個寫法在 python也是允許的 兩個都是1喔 所以 如果我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 4改成 file的話 1 就是 改那個初始值 就是他那個 I跟J的初始 2的話呢 把那個 範圍改成條件 file 所以這邊的話 我打一個file file什麼呢 後面是一個條件 當I怎麼樣 怎麼樣 什麼情況下 會進入到回圈呢 當他是 小於10的情況下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喔 把那個file的 這個 把它改成追 所以第二個是 進入點的條件 當他是等於 追 等於小於10 進入 然後 再來這個 OK 再來就是怎麼樣 最後做完之後 你必須把追 加 等於1 就是讓他換下一個 加1嘛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他會變無窮回圈 為什麼 因為一直都不可能 不可能 啊 什麼 大 大於那個 大於 等於10 OK 那再來 這個的 記得是在這邊加喔 你可以在下一行 或這一行 i 加 等於 1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只有改 1 這個把它改成壞 2 3 特別注意喔 這個步驚喔 他是他 他是他 說法一定要記得喔 一定是他的下一階 他的下一階 他才會加 你不能把它加到外面去喔 不然的話他就加不到 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再把它加一個換好 然後 再把它輸出 我們私心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改完了 改完之後的話呢 看到的結果呢 就輸出一個 為什麼沒有第二個呢 記得還有一個地方一定要改 如果沒有改的話 他也是會錯 你想說 為什麼到這邊只有跑一次呢 看得出來嗎 這個我也是喔 輸出 在 他為什麼只輸出一次呢 J要歸零 他變成1 啊 對 沒錯 因為你會發現喔 J 他會一直跑 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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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直加加到 他裡面的值呢 等於 加一直加到 已經到10了 對不對 那可是你沒有把它歸零 所以他下一次進來之後 他就等於10 10的話 就 就不小於10嘛 所以他怎麼跳過了 跳過就沒有了 OK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在 哪個地方呢 就是當他進來 之前怎麼樣 你可以先把它 J 等於 1嘛 OK 所以這個地方喔 那相對這個J 就不用加嘛 加的位置改一下就好 OK 應該可以看懂嗎 然後 我好像有同學看得出來 有同學 腦筋已經快要打結了 因為這個東西說真的 真的很難 也是最難的地方 可是問題你將來要處理 Data的時候 就是必須把它 放到回圈裡面讓它跑 沒有辦法 可能回去還是這樣要動 自己要稍微動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把它歸零喔 不是歸零 把它還原成1的話 那他就再跑一次 理論上應該就跑得出來了 OK 好有沒有 沒問題 我看一下我放雲端上面的東西 基本上的話呢 也會把剛剛的程式啦 反正就 放在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理論上我有部分有貼 程式有些部分沒貼 不過我把它加到這裡 但是我覺得加到上面好像會更好 OK 好 不然兩個都 所以程式有時候啦 自己可以 再稍微把它更精緻化一些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待會也 可以拿那個 FOR回圈來修改 那 換回圈跟FOR回圈 就可以記得三個地方不一樣 一個是 初始值 第2個是 範圍變成 邏輯判斷 第3個是 步進 你可能要說要加1 你可能要自己再把它加1 後來